你说这嫦娥她为什么要上天呀 其实就是因为一点琐事 两口子吵架了 嫦娥一个劲的数落后裔 后裔生气的说 你这么能你咋不上天呢 快不能猪八戒追求嫦娥 遭受拒绝 原来是有夫之妇啊 你们不要以为嫦娥没动过心 主要是她有这个贼心 没这个贼胆 为什么 后裔能把九个太阳给射死 并且还剩了一支剑 哪天不高兴了 她也能把月亮给射下来 听说你老婆在和你闹离婚 为什么呀 其实这是一场误会 什么误会 七夕节的时候 我想偷偷给她买条项链 送她个惊喜 她应该感动才对呀 这不趁她睡着了 我拿根绳子量她脖子的时候 她醒了 如果你老婆跟你离婚 让你净身出户 财产全归她 你会害怕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给自己留了后路 什么后路 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自从结婚之后 我就没挣过钱 哎呦 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男女平等吗 不平等 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女人能吃的叫吃货 男人能吃的叫饭桶 女人笨的叫懵懵大 男人笨的叫傻叉 女人进了男厕所叫失误 男人进了女厕所叫变态 女人摸男人一下 顶多算勾引 男人摸女人一下就是流氓 搞不好会被警察抓下来 如果男人因为被女人摸了而叫之 旁边就会有人说 得了便宜还卖乖 哎呦你们 生活中总有些人喜欢问这问那 请问大师 怎样才能快速结束这种无聊的对话 你照着他们的样子问我吧 哟 你这包包不便宜吧 假的 哟 你这鞋子哪买的 地套 你在哪买的房子 别提了 烂尾了 哎 你今天怎么没开车呀 买了地债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只要过得比他惨 他就高兴 不会再问了 哎呦你们